到苏联不久,刘伯承就写了一份《南昌起义石墨记》 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南昌起义最丰富、最完善的文字总结 同时也是共产党对革命暴动最早最缺的刘伯承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声誉,尤其是在军事上的非凡才干 理所当然成为大会的代表之一 在一国他乡,刘伯承和曲秋白、邓忠夏、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等中共六大代表 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工人、农民和军事等问题 周恩来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主族报告 刘伯承做了补充报告 补充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党员军事化 这体现了刘伯承在党的领导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的思想 这是刘伯承在苏联留学期间和苏联青年们的合影 在苏联学习的三年 尤其是在当时苏联最高军事学府福隆之军事学院学习的两年 对他之后的军事生涯有深远的影响 去苏联之前 刘伯承就以安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法 并且有了十多年的实战经验 在苏联特别是在福隆之军事学院 他又钻研了西方军事科学 这样原本文武兼备的刘伯承又得以学贯中西 在福隆之军事学院学习期间 刘伯承就开始翻译苏联红军军事收集 撰写军事文章 1928年 36岁的刘伯承在苏联莫斯科 忙着为中国的革命著书历说 而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井冈山 35岁的毛泽东也在奋笔集书 这一年 毛泽东撰写了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著名的文章 第二年春天 在苏联的刘伯承读到了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 刘伯承读完之后 兴奋地对同在福隆之军事学院学习的左拳和屈武说 这两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 增强了我的信心 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 和毛泽东诸德一起去战斗 比较后 红军迅速发展 根据力不断扩展 迫切需要大批能文能武的干部 毛泽东对刘伯承说 新旧军阀都懂得 有权必有军 有军必有效 蒋介石有个黄谱 我们也要办个红谱 为了办好红军学校 刘伯承可谓呕心入血 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 在当时的条件下 刘伯承这个校长并不好当的 首先是缺少教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刘伯承先后从全国各地选掉了一批 经过黄埔军校 弗龙兹军事学院和日本士官学校 训练的毕业生来担任军事教官 这难题是没有教材 于是他便把教员组织起来 亲自领导编写教材 刘伯承还亲自授课 面对这些大多是苦出身 没有文化的红军军官 他讲课的风格 可谓是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比如讲到设计弹道时 刘伯承拿起粉笔 画了个小男孩撒尿的剪图后 对学员们说 弹道的形状和小男孩撒尿的形状差不多 学员们爆发出红堂大笑 之后便牢牢记住了什么是弹道 1932年10月 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而此时蒋介石正调兵50万 分左中右三路 形成分进合击之势 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进反 刘伯承领导的红军总参谋部 发挥了千军万瓦难以替代的谋略作用 刘伯承常说 打仗弄不清敌情 就像狗带砂锅乱碰一气 所以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后 就用缴迫国民党军的电台 组织了整整一个连的人员 日夜值班 监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 很快 情报局长曾希胜 就破译了国民党军的电台密码 时任红军第三军团 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成 回忆当时的情景 根据曾希胜破译的敌台密码 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 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对国民党军调动一清二楚的刘伯承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协助朱德 周恩来 联下了攻城打员 敌尽我尽两招妙棋 1932年2月4日 苏区中央局做出决定 要求红军在敌人部署未定之时 实施进攻作战 根据这一命令 朱德 周恩来率部强攻南风 然而久攻不下 这时国民党援军正火速赶来 相识下去 红军就有被夹击的危险 面对这一情况 刘伯承建议改强攻南风 为阳攻将阻力撤出 准备打员 接受刘伯承的建议 周恩来 中央局随即命令 一三军团为左翼队 在河口黄培以西地区 侧击敌人 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队 在顾港 登仙桥以东 由东向西都击敌人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 双方交战 即战两个重力 红军干净利索地 歼灭国民党军的两个石 红军攻城打员 使国民党军吃了败仗后 中陆军总司令陈陈 决定从整旗鼓 将攻补过 将所属部队编为两个重队 重叠行军 继续围剿红军 1933年3月19日夜 总参谋长刘伯承 接到了情报人员 破译的敌情报告 第前纵 第十四诗 十诗 九诗诗和第五诗 经东皮新封向甘筑前进 后纵第九诗 占领东皮山地区阵地 第十一诗 禁诸黄皮 依据这一情报 刘伯承向朱德 周恩来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就是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避开敌前纵四个师 敌近我近 插入到敌人的后方作战 歼灭国民党军 陈城的王牌 第十一诗 朱德 周恩来分析敌情 决定采纳刘伯承反常用兵的作战方案